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公司在2021年时宣布投资超过280亿美元, 在俄亥俄州的Liquin County建造两个尖端的晶片制造园区。 虽然起初进展缓慢,晶圆厂的量产可能会推迟到2026年或2027年, 但现在英特尔似乎正在加快步伐。 据美国俄亥俄州当地媒体ABC附属公司WSYX-TV6报道, 英特尔在位于俄亥俄州的晶圆厂的工程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英特尔报告说,该晶圆厂的地下室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下一阶段涉及建造地板,同时已经交付了4台大型超级起重机。 英特尔在施工现场分享了世界上最大的起重机之一的一篇。 英特尔俄亥俄州副总裁Jim Evers报告说, 建造这些装置已投入超过500万公尺, 地下室现已完工,团队现在将把重点转移到建造主要楼层上。 此外,现场还提供4辆超级起重机, 其中一辆重达91万6千磅,导致道路封闭9天。 超级起重机是将设备和材料运送到这些晶圆厂的关键, 它们可以由整个足球场那么长。 为了纪念这一壮举, 英特尔的一个团队拜访了约翰斯敦中学的4年级和5年级学生。 向学生们展示了利伯哈尔LR的图像, 它能够举起550万磅或400头成年大象。 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英特尔尚未澄清这些晶圆厂究竟还要多久才能上线。 因为建造制造单元是一回事, 设置它并确保一切都符合标准的运行使并一回事。 英特尔可能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让这些园区全速运转。 就目前而言, 英特尔是俄亥俄州历史上最大的单一私营部门投资者。 这也是美国在确保半导体制造未来的关键时刻。 这些新的制造单元预计将为俄亥俄州的GDP增加约27亿美元, 并通过支持Silicon Heartland生态系统中的企业创造近2万个职位空缺。 但鉴于英特尔的财务状况不佳, 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专案虽势在必行, 但也有诸多难言之隐。 英特尔公司目前正因为财务危机陷入困境。 为此, 英特尔已经启动了全球裁员15000人, 暂停欧洲半导体制造投资计划, 出售全球三分之二房产等一系列措施来削减支出。 而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案 承诺对英特尔的85亿美元补贴和110亿美元贷款如果到位。 加上还有未来价值高达250亿美元的税收抵免, 则有望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英特尔当下的危机。 然而就在近日, 英特尔执行长帕特基辛格Pat Delciner通过《纽约时报》表示, 他对美国的晶片与科学法案感到沮丧, 因为拜登政府推迟了承诺的应急资金的发放。 到目前为止, 美国政府尚未根据晶片法案向英特尔提供拟议的补贴和贷款。 消息显示, 由于10月底时正值美国大选的紧张时期, 拜登政府已经推迟了相关拨款。 这也正是基辛格对于政府立场表示沮丧的原因。 基辛格通过《纽约时报》说道, 双方都进行了重新谈判, 他想要传达的讯息就是让他们完成它吧。 显然, 随着选举, 你知道, 就在他们面前, 嘿, 他们希望完成这件事。 值得注意的是, 鉴于美国雄心勃勃地实现半导体生产, 自己自足并减少对外国的依赖的计划, 英特尔是美国的一项关键资产。 但英特尔目前在美国本土的半导体专案, 未能达到预期, 尤其是在完成现有专案方面,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拒绝承诺提供资金。 从某种程度上说, 英特尔在没有执行计划的情况下, 采用了抢钱计划并没有错,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对他们的信任如此之低的原因。 美国前商务部官员Katelyn-Lagecky表示, 英特尔将拿晶片法案的钱建造一个空壳工厂, 然后从来没有真正开放过, 因为他们没有客户。 由此可见, 一方面, 英特尔大肆扩建产能, 远超于自身产品业务的需求, 虽然很多产能是为了发展晶圆代工业务, 但是到目前为止, 英特尔晶圆代工业务尚未获得真正的大客户。 另一方面, 查看英特尔目前在美国的现有专案, 比如俄亥俄州的设施, 很明显该公司未能达到预期, 而像台积电这样的竞争对手, 已经开始生产并运行, 甚至已经实现的良率又与其原生设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据路透社10月底引述未具名消息人士报道称, 原本在数年前台积电与英特尔之间的关系良好, 当时, 英特尔将部分晶片交由台积电代工, 台积电向英特尔提供了丰厚的折扣。 但是, 随着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上任后, 推出IDM2.0战略, 开始发展晶圆代工业务, 这也使得台积电取消了对英特尔的折扣优惠。 报道称, 基辛格近年来忙于恢复英特尔的制造能力, 却属于维护与台积电的关系。 甚至是在2021年5月, 基辛格还公开表示, 你不会想把所有鸡蛋全放在台湾晶圆厂这个篮子里。 同年12月, 他在鼓吹政府投资美国晶片制造商时, 还表示台湾不是一个稳定之处。 在公开场合, 台积电对这些评论轻描淡写,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则表示, 基辛格有点无理。 最新的消息显示, 作为对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的无理的回应, 台积电私底下已经决定取消给英特尔的折扣, 也就是不再对原价23000美元的3奈米晶圆提供6折的折扣, 英特尔必须支付全额, 导致英特尔利润遭到压缩。 今年9月曾有消息传出, 英特尔的Intel 18A制程并未通过美国晶片设计商博通Broadcom的测试。 博通是在8月收到英特尔返回的Intel 18A制程晶圆, 经工程师高层研究后, 认为该项制程还无法进入高度量产期。 根据消息, 运用Intel 18A制程打造的晶片中, 只有不到20%通过博通初步测试, 低于台积电市产阶段的制程良率。 不过, 英特尔随后表示, 将按计划于2025年推出Intel 18A制程, 并透露Intel 18A的缺陷密度D0已经达到小于0.40。 而在此之前, 英特尔宣布其Intel 18A制程节点打造的首批产品, AIPC客户端处理器Panther Lake和四伏器处理器Clear Water Forest, 其样片现已出厂, 上地运行并顺利启动作业系统。 在10月中旬的联想Tech World2024大会上, 基辛格还向联想执行长杨元庆交付了, 首个基于Intel 18A制程的Panther Lake CPU样品。 然而, 最近一份由英特尔供应商制作的规划文件案是, Intel 18A有延迟迹象。 根据文件, 该供应商仍在等待另一份数位设计工具包Digital Design Kit以便推进该计划。 消息人士透露, 相关供应商也无法访问英特尔晶圆代工厂。 知情人士称, 直到2026年之前, 客户几乎不可能以Intel 18A制程大量生产晶片。 由此可见, 英特尔的晶圆代工之路是相当的不顺利。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